这个就是讲阴言 讲阴言 我有很多的过气室 那么我过气室当中 有跟很多的人结言 我以前是修行人 也有很多人跟我一起修行 我以前也曾经做过官 那么也有底下的这些人 跟我一起 这个都是阴言 那么这些阴言结合起来 就变成一种群众的 很大的一个力量 那么这些人跟着我修行 也就是一起修行 一起成佛 所以佛陀也讲过 他没有办法度这个无言的人 他有三不能 其中有一条就是 不能够度无言的人 无言的人根本跟他 没有什么应言存在 都是很难度他 所以佛也不能够度无言的人 这个道理是在这里 所以您一直希望就是说 弟子可以跟你一起来修行 一起修行 一起成佛 一起到佛国进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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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